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来插一个快递 这是一个外地网友寄修的一张显卡 这张显卡大有来头啊 包的严严实实的 看一下这位老哥是怎么搞坏他的显卡的 说是这啥 然后在那啥 最后他就坏了 这种事情你们可以躲着点嘛 哪怕偷偷摸摸的 简直就是 这显卡还是未成年呢 先给他拆开来看看 这包的也太严实了吧 这能看出来什么痕迹呢 我在考虑要不要先给他打上一层马赛克 哦 似乎不用 没事 我先来检查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可疑的液体留在上面 小小弟 你这质量不行啊 大哥也是了解我的 要是我出手 那坏的不应该只是一张显卡 咦 这里有根毛 你最好是一根头皮毛啊 我检查一下显卡的外观 确实没看到搞到哪里啊 休息前呢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吧 先给他万用表打到二级光档 测一下12伏对地阻值 好 发现问题了 左边的这个8pin的对地阻值短路了 右边这个阻值正常 我把这张显卡拆开来看了一下 里面灰尘还是蛮多的 这张显卡估计是从来没有清过灰吧 又是开放的工作环境 不是在机箱里面 我直直细细的检查了一遍 确实没有看到什么液体啊 但是呢 稳妥起见 我决定还是把这张卡拿去洗一下吧 洗干净之后灰尘也没有了 烘干之后 这上手就可以大胆放心的上手了 稍微短路 已经可以明显看到 这边有一个MOS管击穿了 底下都有吸球爆出来了 这个管子必烧 这个是核心供电 这个板子是有8组核心供电 4个斜控芯片 这背面有两个 正面有两个 但是吧 仔细看 这个斜控底下 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发霉痕迹 确实有一点啊 这个位置 看来真的是敬业 导致的这个故障吧 先把这个MOS管吹下来吧 这个管子已经是击穿了 还行 挺好踩的 轻松取向 找一颗同型号的MOS管换上去 焊好就可以了 背面腐蚀的斜控芯片 也给它处理一下 这个引脚发黑的可不好 好 那么短路的故障已经是排除了 再来测量一下 核心供电正常0.8V 芯片也有发热 稳妥起见 还是拿识波器测一下 各项供电是否有正常工作 正常之后都可以在电感前端测到完整的PWM波形 实测呢全部都有 波形没问题 供电都正常 可以装机了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 就烧了一组供电 换掉之后就好了 跑一跑测试看看 这是一个2060的显卡 这个上热还是比较豪华的 鲁道士的跑分可以跑完 可以跑到一个正常的分数 性能没有问题 又炫了一下午的3DMark 稳定性方面也都OK 兄弟们呢 珍爱电脑 远离妹子 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 推打开